人们很关心用这个SpinRewriter一键生成的500篇英文原创 所谓的伪原创文章 它的原创性的检测是否能通过这个啊 在线原创性检测呢 其实用这个软件生成的文章啊 它确实是比较比较呃没有什么营养 但是呢它还是可以经过这个原创性的检测的 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上节课生成的一篇文章 你看这个什么苏格Addition什么什么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我把这个文章已经复制到几个这个谷歌的原创 谷歌文章的原创性平台检测 你可以看到那修克Addition什么什么的 注意看这是这是相同的文章对不对 然后它这里的原创是1%的可能性和99%的原创性 unique unique性 然后我们看我们这个这个Articles平台是出94%的unique性 所以呢它还是能达到90%以上的这个独一无二线的 所以不会被判断抄袭 这是另外一个平台啊 然后由我测试的几个平台看一下 你看相同的文章内容 它这里呃它这里我看一下它它结果 它现在平台太难用了啊 0%的这个这个什么啊 抄袭跟百分之百的这个unique 它甚至说可以可以下载这个报告 但是我看我拍的是一大堆广告 我就不想再再点开 之前之前测试原创的文章的这个网址 但是广告特别多很烦 然后这第三个网站 百分之九十八的原创性跟百分之二的抄袭也是不错的 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句就类似抄袭的 啊巴拉巴拉 建访换你看CFP Sugar什么什么Coming什么什么这样子 它这个检测还是非常非常就是细致的 这是前面第二个的报告 你看一下百分之百看到了吗 还是挺不错的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其实很搞笑 我们的Spin Rewriter这一款软件 它这里呢是说是自己只有百分之九十四 然后但是在其他平台的百分之九十九 所以它还是比较诚实的 那你可以在我们优派主海的官网 这个营销工具 这里有Spin Rewriter 一个免费试用五天的试用的权限 大家可以去注册一下 或者说在这个视频下方可以直接试用 然后我建议大家看一下我们上一集视频 告诉大家如何生成这个五百篇的 五百篇的这个文章委员创的这个方法 关注又派出版我们继续聊聊海外文章 撰写的线小技巧 拜拜